你有沒有發覺 最後的尾聲部分 B的美麗的旋律 出現在左手比較低層的部分 可是右邊還是很滑煉 尾聲其實就是對前面這些主題的一個小小的回顧 常常做起的手法是這樣子 我相信各位 我們這樣的努力 我跟張老師這樣的努力 我覺得是到目前推廣古典音樂 我能夠找到比較舒坦的路 讓大家能夠很接近的音樂的部分 所以我們大概用這種精神繼續來介紹下去 所以接下來我們最後還有兩首很重量級的曲子 就是蕭邦的波蘭如曲 那講到蕭邦 其實 其實我覺得各位 我們想看看 不只是音樂的問題 我們想一個很簡單的 我們到底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 我講這句話沒有什麼意思 也沒有政治的意義 各位你想看 蕭邦是什麼人 蕭邦他老爸是什麼人 你知道嗎 蕭邦他老爸是法國人 可是他從小是在波蘭長大 到二十歲離開他的祖國之後 到法國巴黎 在那邊渡過一生 你如果按照主題來講 我就是法國人之類的 不對喔 他對波蘭的感情特別濃厚 在二十歲前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講血緣不太真實 講什麼 講感情 你對哪個地方有感情啊 他二十歲就對波蘭有感情啊 對他祖國啊祖國 所以他事實上如果真的要講起來 他是這個情況 你就好好翻出他的血統是這個樣子的 可是他對波蘭的感情 完全在他的波蘭舞曲 跟馬豬卡舞曲裡面表露無語 馬豬卡舞曲裡面那種憂鬱的情緒 血液裡面就是波蘭的味道 那波蘭舞曲裡面 英雄波蘭舞曲 軍隊波蘭舞曲有沒有 都是對家國的 強烈的民主意識 那個鼓舞士氣的 然後就是看到他們被瓜分了好幾次 然後這個民主情操意志的一些愛國 簡單講就是他的愛國歌曲 所以波蘭舞曲 事實上他波蘭舞曲 他寫了十八首的波蘭舞曲 那目前大家能夠聽到大概是八首而已 就是前面第一號到第七號 還有我們最後一首 就是我們今天的OPUS20號 那個流暢的情緩跟華麗的大波蘭舞曲 那講到波蘭舞曲 有一個波蘭舞曲的最典型的一個節奏 我們在軍隊裡面常常會出現 這個 這個就是這個波蘭舞曲的節奏 事實上我在聽古典音樂過程 我覺得不只是消防寫波蘭舞曲 貝多芬的Triple Contrato 三重協奏曲的第三樂章 也要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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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大家知道是波蘭舞曲就是這個節奏 接下來我們今天要介紹第一首是作品二十號 事實上蕭邦的波蘭舞曲裡面大部分都是鋼琴曲 只有一首是鋼琴跟大提琴 我不曉得難止你們拉過了以後 波蘭舞曲有一個大提琴跟鋼琴 另外一首就是我們這首曲子是鋼琴加管弦樂法 等於好像是一首小的協奏曲 剛開始這個曲子叫做什麼 流暢的形板與華麗的大波蘭舞曲 事實上它作曲的過程先從華麗的大波蘭舞曲先譜寫好 有管弦樂的部分還有鋼琴的部分 後來再加上一個流暢的形板 最後幾年之後再把它一起出版了 其實這流暢的形板在前面等於是什麼 等於是它的導作而已 完了之後你也可以說兩個樂章 一個樂章 第二一章才是波蘭舞曲 這首曲子我也非常有感情 我的感情是這樣 因為我大學時代大概大三的時候 我一個朋友也是去維也納讀書的 在維也納跟他是他的學長叫做張哲 張老師 他在維也納從學生 可是他就是把他所有的那個電台裡面的 電台裡面的古典音樂的節目全部都錄音帶錄下來 一回到台灣知道我很喜歡古典音樂 我就趕快跑去他那邊把它轉錄了很多 所以我大學時候大聲就聽到這首曲子 很美的 一剛開始什麼叫做流暢的形板呢 你看看他怎麼樣流暢 他的左手裡面其實就是在這樣的一個 一個爬音上去下來 就好像你就聽到流水的感覺 所以這個時候後來我那個暑假去西頭住 晚上聽到那個殘殘的那個西流聲 我就想到這首曲子很美的 所以你體驗一下剛開始的情況 是不是就是鑽鑽不停的流水細細的流著的感覺 好你看左手就是感覺 可是在殘殘細節之後 能入房沒有四個小節之後 絕美的邪人力就在右手又出現了 怎麼樣出現不用我多說 我們現在請張老師從頭流索索流水感覺 四小節之後 把那個優美的旋律唱出來 請張老師的吃掉 各位你們一開始就被這一段小節 一列迷得不得了 它是六八拍的 有一點像傳哥的味道 淡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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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 飄飄彈的感覺 這樣感覺 沒有多久我告訴各位 我那時候聽了最感動 沒有多久剛聽台灣之後 我聽到錄音 我現在是活躍我以前的情況 馬上哇 那中間有一個月段 馬上進入第二 第二部分叫做華麗的大波蘭舞曲 那所謂的大波蘭舞曲裡面 基本上大部分它有三個結構 一定有一個導作 然後再加一個 A B A 三段體 再一個擴打結尾 就這樣結束了 所以做導作的時候就換管弦樂 管弦樂開到 跟它一aturaEvery Colon nose的感覺 還有一個銅管 骨苦疼水 一個好音 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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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哩啦拉 哩阿哩 哩啦啦哩啦哩 哩啦啦哩啦啦哩啦哩 哩啦啦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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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哩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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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覽啦哩啦啦 stunning 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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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我這樣感覺 我配得不錯吧 我現在是倒鈴啦 等一下我不敢造次啦 等一下是他從頭到尾用鋼琴 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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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告訴你 最讓我感動不是這一段 最讓我看到是中間的B段 優美的不得了 所以這個感覺到我現在 我還能夠唱給各位聽 我告訴你 我願意唱 因為我知道 我有把握 我會唱60分以上 所以這個喔 這樣B段 噹啱 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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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相信請張老師彈 你們跟我打分數看有沒有 60 分 在? 在? 接着我没有六十分的请举手 各位 我这样讲这个 没有在训练我什么 各位 我常常跟大家讲到 你这辈子除了卢氏也之外 大家可能 没有办法学到张老师这样的功夫 除了少数几个厉害的人之外 可是你们大家都会学我 学我做个幸福快乐的阿姨 真的 我不配你 时隔已经快民国七十三年到现在 四十年了 为什么我会这样很自然地唱出来 而且八九不离十 至少六十分 大家都同意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旋律美感已经侵入你的内心了 入目三分的 我告诉各位 所以我其实我听到这首曲 虽然他没有弹 我就自己到钢琴家 OTAN 那个说 很简单啦 我就会 二又出来 就是第二部分了 对不对 老头第二部分 前面还有一个ABA加Coda A就是用E了 B 就是这个 要记住 我这样的导流方式是让你有期待 你等一下不会睡着 你在我的导流里面睡着我就很失败了 你不会睡着了 因为你有期待 你是要说 你哪里出现 那你会跟着我走 到时候 我看 这就是刘俊卫老师讲的 你要专注聆听 你所有的美感都出来 那专注是有点小小的 配布 小的有一些奇迹引巧 引起大家的注意 所以 各位 等一下很精彩 这个谈完恐怕要十几分钟 十几分钟 算是很长的 所以你看看 我怎么用这个来打 前面第一部分叫做ABA 有虚咒的开始就是二了 里面 你看 我快速在换的时候 就是里面的ABA的这个东西 不看 讲到这里为止 不强迫大家也不要那么辛苦了 能跟就跟 不能跟 你就好好听音乐 音乐本身就很美了 我们的张老师 可以谈得这么美 你看他在这个舞台上的表现 胜过我这些 所以我这个只是 好 各位 来 这个到此为止 真的要 为什么要深呼吸口气 要转换心情 转换心情 前进一下 然后培养一下情绪 然后这一首很美的 作品第二十二号 流畅的型版 与华丽的大波兰舞曲 特别的 中文文字幕制作人 词词 中文文字幕制作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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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